警方交通宣导活动 少不了小礼物 苗栗县警察局 今年就巧思设计 交通安全童话御守 以童话点缀 搭配交通安全 礼让行人的图案 再印上平安御守 传递交通观念 也期盼驾驶上路保平安 祈求平安的御守 和警方一起守护民众 苗栗县警察局创新 设计交通安全童话御守 这个发想是来自于说 往年所有的交通安全品 相关宣导品 其实都很自私化 都大概类似保温杯 毛巾 香皂 小礼盒等等 那我们这一次的童话御守 它除了结合在地的 我们苗栗县雪白的童话 这个特色之外 它带有那个蕴含着 守护人生平安 也刚好搭配呼应 我们交通安全的意念 陷阱局宣导交安 各类宣导品都有 但这一次创新巧思 深蓝色的御守有童话点缀 印上交通安全 还有行人穿越马路的图示 平安御守四个字 则是最深切的期盼 首创的交通御守 宣导小屋将透过活动发放 我们也会 警察局这边会在利用 各个大型的活动 来广发 那当然 其他的在社区宣导 或者校园宣导等等 那也希望民众多给我们支持到粉丝团 不定跟我们按赞 那我们在上面会有相关的活动办法 上面都会公告 那欢迎所有乡亲 踊越来参与 那我们在活动期间 都会不定的 来做发放跟提供民众索取 小小一份宣导品内含 乐警方的贴心叮咪 行车安全 注意路口 遵守后置 平安最重要